个案是创下了疫情以来 单日确诊个案数的新低 有另一个好消息 是莫德纳疫苗 今天又有9.96万剂抵台 扣掉已经配发的第五轮剂量 就算加上库存量之后 大约也只剩下16万剂 根本没有办法应付 这390万名只选择莫德纳的民众 指揮官陈时中也坦言 未来再能够提供双剂莫德纳的量 已经不多了 班机缓缓划到天机坪 工作人员忙卸货 这批从卢森堡运来的莫德纳 下午抵达桃源机场 8号本土新增4例 3例是已知感染源 1例疫调当中 另外新增3例死亡 虽然确诊人数又创了疫情以来 单日新低 但真的很难高兴起来 因为莫德纳快打完了 剂量确实是不多 研究一下 那怎么样做一个最适当的分配 未来再能够提供 这双剂的莫德纳 其实它的量已经不多了 莫德纳剩下59万剂 扣除第五轮的43.9万剂 以及53到54岁 第九类对象5.6万剂 还有一批开放混打的医护 3.3万人 库存只剩下6.2万剂 加上刚到货的9.96万剂 也才将近16万剂 面对想打莫德纳 以及第二季必须打莫德纳的人 加起来总共390万人 供需之间差了快要25倍的量 从5月28号到7月15号4批 加上8月8号第五批9.96万剂 总共也才124.96万剂 但自购总共505万剂 到货率只有24.7% 日前委托长庚医院 进行国内AZ混打莫德纳 临床试验 结果都还没有出来 就直接宣布要混打了 中央政策大转弯 没有公布实验结果就开打 接下来想混打的民众 只能等3.3万医护人员 混打完之后 才会知道副作用有多大 记者吴俊伟王一仲台北报道 记者吴俊伟王一仲台北报道